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的一带一路将改变14亿中国人的生活 涵盖全球60多个国家的44亿人口 这个计划将带动东南亚的经济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开发了从云南直通太北金三角长达180公里的高速公路 青莱府是泰国最伟的一个府 距离泰首都曼谷有785公里 土地面积11600平方公里 人口有约120万人数 以金三角名门天下 金三角是在泰国、远甸和辽国三国边界的一个地山区地道 此地在这十年里逐渐的发展 贸易往来非常便捷 旅游业相当繁华 还有专为外国观光客 所设的餐厅、购物商店、新建的旅馆等 这里每年的贸易交易额与旅游业营业额相当庞大 将来将会发展成为国际市场的城市 目前,台北青莱府一共开发三个免税经济特区 一旦南北门一开 将带动整个经济到巅峰 位于青莱府最北部的一个县 兴盛 根据泰国的历史记载 于1400年前 这里曾是一个相当大的王国 即称为雍纳家王国 雍纳家王国经历了46任国王的统治 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在第46任国王在位的时候 国王认识了佛教 带领一批精锐离开了国家 去寻找宗教的争议 就在国王离开的这个时候 国家发生了战争 失去国王领导的雍纳家王国 被击败了 当时 这里突然发生一个极大的天灾 所有居住于领土上的人民 无一侥幸 一夜间 这个曾经辉煌了多时的王国 全被尘埋下湖底 今天 亚太都盟集团将在此地 把当年辉煌的雍纳家王国 重新打造回来 亚太都盟集团 是一家已经在泰国合法注册 成立于曼谷的公司 其下业务包括酒店 房地产 金融 旅游 互联网商务 传统商业 主题连锁等 亚太东盟集团旗下的MX7 Inc. 已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 注册上市公司 亚太东盟集团 于2016年11月30日 于泰北青莱府 打造一幅长63米 宽42米的泰国国旗 这个项目获得泰国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这面泰国国旗打破了吉尼斯世界最大记录 当天 在中国北京吉尼斯记录官员 成东先生 与泰国皇宫副秘书助理 兼公务处办公室主任 塔尼瓦奇 罗泰先生的见证下 把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国旗文凭证书 颁发给亚太东盟集团 亚太东盟集团的 这面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泰国国旗 价值有一百万泰铢 成功展开当天 动用了三辆吊车 把国旗挂上 接下来 亚太东盟集团 将把这面泰国国旗 悬挂于一百九十米高度旗杆 雄威地塑立在 一百二十六万平方米宽的 旅游产业园里 作为进入东盟的标志 这面世界纪录最大国旗活动 是为了纪念太皇朝 拉玛六世 于一九一七年开始 将三色国旗定为泰国国旗 至今年已有一百年历史 亚太东盟集团创办人 拿督徐宝恩太平绅士 是一位交友广阔的人 早年 男是马来西亚 驻泰国领事馆成员之一 因此 与社会各国的政治总理 都有密切的交情 以及关系 并曾参与许多 国与国之间的 大型发展计划与项目 就因拿督徐宝恩太平绅士的关系 亚太东盟集团 很荣幸地被泰国政府 邀请成为策略伙伴 共同开发泰国青莱府的 大型联税经济特区 亚太东盟集团 将在青莱府青盛县以代 以百分百独自完成的项目形式来发展 而此发展将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17年 把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高 和最大的泰国国企 悬挂在青盛县的旅游产业园里 第二阶段 青盛县旅游产业园的周边商店 将在2018年开始动工 第三阶段 青盛县旅游产业园的国企博物馆 和展览厅 将在2020年后动工 最后的第四个阶段 将是青盛县旅游产业园 靠近湖边的旅游度假村 估计整个旅游产业园发展项目 将在六年里完成 随着经济特区的开发 许多项目将再次启动 周边交通网络也将同步建设 加上大规模凌空产业的布局 必然同步增加对居住 以及相关配套的需要 利好亚太东盟集团 房地产市场发展 早期有所布局的房企最为受益 地价将长期看涨 按照市场调查 目前青来一年的游客流量 为一千万人次 平均每个游客到我们的旅游产业园 消负一百美金 这将会为我们公司 带来每年十亿美金的营业额 也许此刻的您会问 这地方真的会发展吗 就如1980年 中国政府宣布 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在深圳成立 每个人都在怀疑此项目的发展 如今深圳的成功 我们大家有目共睹 35年前的机会 您错过了 今天这个机会 能否把握 就看您了